他说墨学是初学者 法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闻到净空法师的教诲 要从弟子轨学起 打好个性的根基 我原一直按法师开始准备听满三十遍 幸福人生讲座四十集 最近有个佛友给我讲 要先听一遍老法师讲的《地藏经》才行 听他这么一讲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不听他讲 你就有办法了 你还是照你自己这个想法 先把弟子轨听三十遍 听三十遍最重要的是做到 你听说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待人见无 绝对要跟弟子轨相应 不能够违反 你有这个基础 念佛往生没有问题 那么《地藏经》 有机会听也行 没机会听不要紧 最后一个问题 他说我母亲已经过世 我想为她 基缘亲债主宋经 请教法师 不知这样是否有为一门深入 弟子归一门 常使寻修的要求 如果可行的话 是送地藏比较好 还是送无量寿经比较好 都可以 因为你宋经的时间并不长 送经是专门为超度母亲 为化解她的冤亲债主 这正确的 你每天做这个工作 有两个小时足够了 其他的时间是一门深入弟子归 而且弟子归 不要把它当作一门 主要功课来学习 学习之后一生都要去奉行 这不是我只做几天 做几个月的 不是 终身奉行 你才是个真正的善人 那么做到之后 以后在经教里头 选择一门深入 那么这个尽宗 当然无量寿经最好 我们一生就选择一门 一步经深入 这样就好 如果选这个经太长 选择弥陀经也行 进途五经一论 依任何一步都可以 一门深入 你才能收到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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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